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其实都讲过好多遍 可是好像还是有很多歌迷也都很担心 甚至很多媒体也会认为我们真的是要 下半年度要解散了 因为我们之前是说我们下半年是会各自有一些各自的计划 我们会单配去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像我可能就会去主持 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因为我对主持是很有兴趣 然后Hibi的话 下半年应该会发一个个人的专辑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会去拍电影 所以我们会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要忙 但是SA3不会解散 不可能解散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演唱会啊 很多东西要继续下去 我们还会一起出下一张专辑啊 这是一定大家不用担心的 对 我会单配去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像我可能就会去主持 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因为我对主持是很有兴趣 然后Hibi的话 下半年应该会发一个个人的专辑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会去拍电影 所以我们会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要忙 但是SA3不会解散 不可能解散 对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演唱会啊 很多东西要继续下去 我们还会可能出一集出下一张专辑啊 这是一定大比有担心的 对 公司其实有做了 就是好像有先做了一个捐60万的人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没有要解散 我们就说我们没有要解散吗 所以我们下半年是会各自有一些各自的计划 对 我会单配去做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像我可能就会去主持 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因为我对主持是很有兴趣 然后Hibi的话 下半年应该会发一个个人的专辑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会去拍电影 所以我们在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要忙 但是SA3不会解散 不可能别赞 对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演唱会啊 很多东西要继续下去 所以我们一起出下一张专辑啊 就是一定是大家不要买 这有些人会以人的来讲 你会到你了 我砍击 你会不知道 我明白 会帮你 我闭业 吧 我闭业 我闭业 你闭业 我闭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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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